我靠今天越疯 你脚冷吗 我脚今天穿了加热袜子 加热袜子什么原理 就是锂电池 然后电阻是加热 然后现在体感了一下30多度 你现在感觉你的脚是什么温度 小火炉 这么牛 那必须的 大家好我是PC小鹏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加热滑雪袜的测评 滑霜板脚特别冷 在宠里更是冷 手上我有两套滑雪加热袜 一套是奥地利品牌Lens 中国制造 支持蓝牙遥控来控制加热 我专门找朋友从德国人肉背过来 因为UPS有理念不给邮寄 价值250欧元 另外还有一套 老张公 这是国内一个学友做的 价值400元人民币 OK下面我们开箱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说明书 电池 充电线 袜子 我们看一下这袜子 这是他们的5.0版本 加热线 从尾端的接头处一直延伸到了脚头 而且方向是从脚背 一直连过来的 这个电池 容量2400mAh 有三个接头 可以插在充电器上面 USB充电 也可以把它插在袜子上 有三档工作功率 一档可以用10-14个小时 二档可以用7-8个小时 三档用3-5个小时 这样分离设计的好处是 袜子可以随便手洗或者丢进洗机器 接下来我们赶紧去充电 OK 充电器 红色的亮起 充电开始了 这个袜子刚才说过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特点 它支持手机蓝牙控制 我们来找一下这APP 这个使用之前还要注册 现在手机上打开蓝牙 打开电池的配对模式 NZ烧钟打开配对模式 其实加热的设备非常多 看到了吗 左袜 右袜 左鞋链 右鞋链 这是什么绑带 背信 手套 找到了两个 OK 添加左边这个 添加右边这个 可以单独调左边的温度 和右脚的温度 也可以一起来控制 可以同时设定每隔多长时间开 和每隔多长时间关 设一些间隔 这样它可以开一会儿 关一会儿变成手机控制 不需要去摸这些袜子 这个太厉害了 老张公这袜子比较简单 我已经全摆出来了 两块电池 两个充电器 两双袜子 还有一根这个橡皮管 袜口处有两个小袋子 可以把电池放进去 插上长按开始加热 第一档 中档 和最热档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根橡皮管是干什么用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袜子 其实在这儿有一些这种接头元件 它这个橡皮管是给你插上之后 过水开始洗袜子用的 所以说它不能无脑直接丢进洗衣机 或者开始丢到盆里面手洗 它要把这个接头处理一下 以防进水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袜子的走线 这个袜子的走线呢 我可以理解 就是大多数人可能脚趾头比较冷 所以这个线 加热线从电池的地方 侧边一直连到了脚头和下面 脚底板 前脚底板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设计其实略有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对于滑双板来说 是用力很多的一个地方 如果在下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凸起的话 那你如果在这里用力 可能会不太舒服 不过大多数国人滑雪重心后坐 那其实也无所谓了 接下来我们也赶紧把它拿去充电 值得一提的是 老张公这电池容量非常之大 6500毫安时 据说可以在高价热模式下用整整一天 也许对充力特别适合 老张公这款充电器 就比较大 必须要差两个而且 我专门为他带了一个长线板 基本上中间这也差不了了 这会儿已经半夜两点了 明天还要去滑雪 那我们就赶紧睡了 我准备明天左脚一双 右脚一双 明天我准备左脚一只 右脚一只 左脚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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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 好我们看看 这个袜子已经全部充好电了 这是Lens的袜子充电器 全部满电 几个小时 大概五个小时 老张公 OK全部变绿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评测 我跟白少今天会一人穿一只袜子 我们俩脚也差不多大 一个单板一个双板 对 一人穿一只 好 好 走去学长了 走 今天出来以后感觉风还有点大 原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但这也是宠里的一个特色 我呢今天滑单板 小鹏呢滑双板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加入袜子的效果吧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拍了 我们准备好了这两双加入袜子 穿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 不要把线弄断 OK高加热模式 低 中 高 好 穿鞋需要更加小心的 鞋 因为这个我觉得单板和双板 它还是有一定 这个 在滑行啊 包括 鞋的舒适度上还是有些区别的 包括鞋的这个 这个保厚 保暖性 对保暖性还是有些差别 所以我们今天看一看到底 是单板更需要这个呢 还是 双板更需要 不过我觉得不管怎样 其实大家都应该注意 脚的保暖吧 美丽要从脚开始 不 保护好你的脚 脚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 一起到 学场去看看吧 我现在觉得我这个右脚已经 非常烫了 我想马上现在把这个 高 高加热模式关掉 我给你再调热一点 不过我的右脚先 老张公的这个非常烫 非常烫是吧 我已经踩着 我感觉 有点 有点烫了是吧 对有点烫 我现在都不敢 不敢那个 使劲 不敢使劲站着了 那你按一下吧 对对 按成绿色 我觉得我要把它 调一下 绿色是D级档 对 绿色是D级档 绿色是D级档 诶 我现在是绿色吗 对是绿色的 我已经是D级档了吗 还这么烫 它这个温度就像铁锅一样 它是 哈哈哈哈 洗的慢 退的也慢 哇塞 那我再弄一会儿 不行我把它关了 对 好热好热 走 现在我们去滑雪了 开吃 什么 666 666 牛逼 牛逼 你把这个牛逼 哈哈哈哈 这就是 whao esay 有疯了 太适合测出这个袜子了 再一次 今次 日本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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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現在眼鏡上 不知道剛剛在鏡頭裡全是霜 就能看出今天有多冷 這樣造雪 這個風 但我那感覺這個腳底還是比較暖和的 可能是因為這個襪子的原因 即使我們沒有開到比較高的檔位 還是一個比較舒適的感覺 我覺得一點都不冷 一點都不冷 他們應該冷炸了 可以看出還是很冷的 對 我在採訪一下他們 現在腳冷不冷 冷啊 腳冷不冷 腳冷不冷 腳冷嗎 腳很冷嗎 腳冷嗎 腳尖快麻木了 是不是因為沒有夾到襪子 對因為是因為你的襪子 怎麼有一股糊味 是我的襪子燒著了 燒火了 我們上午我們兩個都各華了一些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冷的一天 我史無前例的穿上了兩件中間層 還是覺得很冷 我所有的同學全都傻了 除了我的教練Yusuki 因為他穿了三件羽絨內大 我的同學我問了一圈 他們都說腳已經受不了了 莊哥今天冷不冷 最常冷 哪都冷 腳冷稍冷 腳有多冷 發麻 你今天冷不冷 我沒電了不要跟我說話 我已經動沒電了 腳動不動 我沒有腳了 我的腳已經被動掉了 整個上午我們體驗還不錯 這個東西 不冷 對而且它滑行其實並沒有造成什麼負擔 我也沒覺得它有什麼義務感或者什麼 我昨天說這個老專攻的雪霸前面腳長力有限 可能會引起一些動作的不舒適 但是我今天測試可能我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也有可能我重心後座 而且其實很多的雪襪上面是有那種防滑的顆粒的 其實它本來就有一點點這種 它跟這個線我覺得有類似的這種腳感 我會感覺到左腳掌前腳掌下面是有點東西 但這個東西我覺得對我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然後我們聊天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因為我剛才講我覺得 這個我們 我這邊評測老專攻的這個 它因為在腳掌是有外線的 不只有腳尖 但其實對於我來說腳掌我是一點的不冷 那其實腳尖是最快容易感受到寒冷的地方 所以但是腳掌呢如果冷我就受不了 我其實一直都開著最低檔 就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小鵬呢 它確實整個腳掌都有加熱 那都有加熱之後呢 我覺得我的左腳明顯腳跟沒有凍僵 但是右腳我穿這個Lens腳跟是挺平的 所以對你來說其實腳掌加熱是有用的是吧 我覺得有點用確實有點用 但是呢 客觀的說老張公這個東西 它因為襪子的品質沒有Lens的好 可是因為成本也擺在那 400塊跟兩千塊東西也不能比 整個襪子左邊就是左腳會有點鬆鬆垮垮的 可能有時候會提在一起 右腳呢 那它整個就包裹性啊 它的這個品質會好出 我覺得至少兩個級別吧 這個確實不一樣 我今天提出了一個一個問題 像我這種每天要洗襪子的人 可能 不是 像我這種每天要換襪子的人 如果每天洗 但我也很懶我也不想每天洗 所以我是不是要買五雙這個 加熱水襪子才足夠我使用 是不是我得 如果一個兩千 我花一萬塊錢買襪子 這個如果有這樣的需求 又有這樣的財力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這麼做 但是客觀的說 我真的可能比較懶 我滑水襪子 不是冬天很冷的時候 不太出汗的時候 我不是一天一換 我可能有時候一雙會 會多穿一兩天 你們是這樣的嗎 我發現我周圍的人都要換襪子 難怪屋裡這個股味兒 我今天早晨問了我其他幾個雙板教練 Campbell自由式大神 Yewski我的教練 是新鮮的DEMO Team成員 全部都換上了電動加熱襪 我覺得可能確實是對於雙板鞋來說 因為雙板鞋相對來說 因為雙板鞋相對來說會更冷一些 所以這個體驗 用這個襪子的體驗會更強一些 是啊 雙板鞋外面一個大塑料殼 外面一個大海綿包子之外 真的沒法比 確實 我不知道這個電量是什麼意思 反正我一直都沒有 除了一次我把它關掉測試 它關掉以後還好不好用之外 其實我是沒有管它電量的 其實這個這個可以 我們最後今天結束之後看它有多少電 但是我覺得電這個事兒 你不能說中間關掉 你說它可能反應沒那麼大 你要測就測整個半天一直關掉它 那之後腳趾都冷不冷 對吧 那這樣那我下午就 下午就 下午就把它關掉 你下午也關掉 下午也關掉 我們看看這個冷不冷 下午我們再去錄一些 下午也關掉 腳冷不冷 腳當然冷啊 室外-19度 體感零下33度 你覺得我的腳呢 我不是零下40度 非常冷 兩百歐元你現在想不想加熱一下 太貴了不想 那我覺得挺值得 你借我穿一天 有可能我用了以後 我會花這個錢 那你不是找我買 我又不是賣一家 好謝謝 謝謝 謝謝PC大生 謝謝PC老師 謝謝PC老師 哈哈哈哈 全是花虛 經過一天的使用 這個LensWage的電池 已經完全都用光了 老張公的這款 認為還在最高檔運轉 白爽下午你也測怎麼樣 停掉之後你覺得冷不冷 這個從這電量去大家能看到 為什麼我的還有一點點電 說明我真的是停了 但是呢 停了之後 每一會兒我自己偷偷給打開了 也不是偷偷打開 我想PC版他會測他會停了 無所謂 因為到下午的時候就發現 確實很冷 我發現沒有這個襪子不行 我都感覺到那種腳尖 有這種麻的這種 冰冷的感覺來傳過來 我本來是想測一下 停掉之後會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我從暖車站一走出來 我一想到我的兩層mid layer 還這麼冷 我靠我根本動都沒有動 那個襪子和賴牙的APP 開了一下午 我覺得其實從我這個電量 這個表現來看 如果大家比如說休息的時候 或者吃飯的時候 把它關掉 稍微接一接 但你應該開這個高檔 我其實是低中檔 可能我這個確實撐得要久一點 但是我覺得從電力角度 無論怎樣來看 這個老張公都更勝一籌 老張公的電池是6000毫安 等於綁兩顆炸彈在腿上面 等於其他一個頂 那個Lens還有兩個 對這個Lens這個 因為我買的電池是中檔款1200 還有個高檔1800 可能如果開高檔可以堅持一些 總體我感覺 今天雖然不是所謂什麼 零下30度的這種極寒天氣 但是也是一個零下十幾度的一個 很正常的一個 從裡大風的一天 那我們整體測試下來 我個人的感受 其實是比較舒服比較不錯的 如果不去考慮它這個價格的話 我會認為我會購買不少 但是如果說它是250元 將近2000塊錢的這個價格 我覺得我還要思考一下 我覺得這個東西 首先從裡確實冷 但從裡不是每天都這麼冷 我覺得大家也沒有必要 如果喜歡好東西 沒有必要說 要買很多雙像白哨一樣 你買一雙有時候 買一雙像像PC這樣 多穿幾天 5天一起 多穿幾天 或者是你最冷的時候 你用一天其實問題也不大 然後用這個日本用除臭劑噴一噴 對然後老張公這款呢 價錢確實便宜 我覺得真的是誠意之助 如果說經常在從裡的 又不願意花2000塊錢 買一雙可能最極寒天氣 只能用半天的襪子 我覺得你買老張公 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但我會認為像老張公這樣 我們其實中午已經有討論過 他的腳底的這個線 其實我覺得對於單板來說 不需要一個腳底的這種線 我覺得 但我相信老張公 其實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和改進空間了 比如說電池可以稍微小一點 然後襪子可以 美麗姆羊毛其實也不是特別貴吧 對我覺得白品質提升提升 然後走線再走走心 我認為是非常有潛力的一個 一個至少他是國產 學有自己為實際重裏的滑行 來想到的一種發明 我認為是非常應該支持的 今天走線的問題 我特意請教了我們的三級翻譯韓孝 他說因為他的雙短鞋非常非常緊 任何多出來一點點線 對於他來說都是不可忍受的 但是我的鞋其實也非常緊 但是我今天使用起來我覺得沒有任何問題 反而我覺得腳後跟很舒服 因為比較暖 但是Lens這款我的腳後跟 其實我鞋脫了之後發現是已經凍僵了 所以我們從幾個角度再來總結一下 首先第一是這個價格 這個Lens是250歐元將近2000塊錢 老張公呢400塊人民幣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第二呢是這個電池耐用性 老張公絕對是滿分 Lens呢能勉強撐個一天 我覺得也還不錯 對從這個做工來看和包裝 老張公絕對是簡單補塑 簡單補塑 Lens呢其實是可以看出一個做工精良 包括他的這個App 讓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是的 那最後呢其實我覺得是從這個實用性來講 我認為對於無論是單板還是雙板 在重立這樣一個天氣我們使用 我認為這個襪子非常棒 非常非常 如果不去考慮太多其他的因素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都去準備一下 那至於是不是適合 我和每一位人我認為大家看了這個測評以後 結合自己滑單板雙板 還有是說自己是不是 韓性體質還是腳一般的比較熱 大家可以向自己去考慮一下 也要考慮一下自己的經濟實力 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像PC一樣 花250歐元買雙襪子 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像PC一樣 五天不洗襪子 這個 對 我也希望這個Lens品牌如果能看到 更多寄給我們一些 如果我們可以發給朋友做更多測試 再提一句呢我們今天所有的測評 全部都是由PC個人自費購入 沒有任何品牌的 絕對的自贊助選手 對更多呢 這關於滑雪的故事知識技術分享 希望大家關注PC就是小鵬 還有比利白兩個公眾號 這邊可以列出來 然後呢希望大家在微信上 關注熱雪Stofuel小程序 我們這邊聚集了整個中國 最具干貨的一批滑雪作者 你的所有關於滑雪的問題 我相信在上面都能找到解答 那麼今天我們的測評呢就到這裡 趕緊到這吧太冷了 對對對 我的大連已經快凍掉了 那我們下次重裏見 希望你也可以擁有這麼一雙 加入襪子 好吧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